很多人都說 你沒有提過你老公 對不起 當我在做瑜伽的時候 我進入了另一個世界 很平靜 真的明白到 它可以讓我們的心靈 有一個放鬆 我當自己是一個系統 其實我在做瑜伽之前 我覺得自己是一個比較亂 身體比較差 其實自從我接觸了瑜伽之後 我覺得我不論是從裡面到外面 從我的性格到我的情緒等等 其實都好像變成了別人 而且一個人都變得很正確 其實我們的情緒 真的會影響我們的健康 我們的身體問題有80% 都是來自情緒 你想想在現今社會 那麼多社交媒體 那麼多網絡平台的情況下 如果每一個人的留言 或者每一個人的攻擊 你都要把它放在腦子裡的時候 那你哪裏還有位置 去放你本身應該要穿的東西 是沒有的 所以我覺得這個時候 其實可以逃避一下 家庭對我來說 永遠都是最重要的 但是事業也是我想去追的一件事 我每一天都分配得很好 例如我每一天只會工作三至四小時 然後其他時間 我一定會陪我的小朋友 或者自己做運動 但是到這兩個月 其實我根本是分身不下 因為我又剛開始了新的行業 所以有很多是 internal offline 或者是我的 website的問題 是很多我要去處理 而別人見不到的一些work load 我給我老公的時間 是我的休息時間 就是尊重他想我做到的事情 例如跟我一起的時候 你不要用電話 這些我全部都會做到 我會覺得 是一個老婆應該要的尊重 但是的確 這兩個月我是不是了她的 我會覺得 反而覺得跟你結婚的一個人 其實是你終身的一個partner 那個partner是跟你很合適的 而他是可以成為你的親人 因為我經常覺得 就算他多英俊 多正 那又怎樣呢 我對著他兩年都厭 是不是才看什麼都體驗 但是你說我格好有錢的 不需要英俊 不需要你吃 我又不行 我對著他吃飯也吃不下 我又不可以沒有那個感情 沒有那個愛情 所以我自己覺得 反而是你在你的結婚路上 你選擇一個你想要的人 其實婚姻就是 大家一起 你忍一下我 我忍一下你 那就一輩子了